對於農委會今天的認定是一個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結果 這中間的過程是不是先射箭再畫吧 才拋出這樣的結論 我相信人民自有攻斷 現在外界盛傳內閣即將改組 陳吉仲主委帶領農委會選在這個時候拋出這樣的結論 背後的動機令人懷疑